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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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古阿默 前一陣子 沒有 是前幾天 我玩了賽馬娘這款遊戲 然後我就忽然有了感覺 什麼感覺 就是我也想要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賽馬場 所以接下來幾天 我們就費盡了千辛萬苦 有多千辛呢 首先先說 馬這個東西 你知道一隻賽馬可能要幾百萬 這個預算有點高 不過問題我們解決了 我們找了 低配版的馬 將將 這是低配版的馬沒錯吧 它的預算相對便宜 接著 我們需要場地 場地這個東西 我們也用較低的預算取得了 我們跟富田花園農場 借了一塊地 再來就是蓋賽道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真的是千辛萬苦 最近又都會武後雷陣雨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建設過程的片段 佳高雖然一直說 這個片段沒有人有興趣 但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們有多千辛萬苦 請看 首先我們要做一個起點 大概就這個位置 先釘跟釘子 做個記號 不太穩 為什麼 對你看我現在沒有拉 就鬆掉了 我覺得中間空太多了 那個繩子直接這樣子拉 有點不穩 所以我在中間還是再插一個木頭好了 然後在蓋賽道的過程中呢 我們有練習 就是我原本是想要一個人指揮五名選手 但我發現指揮不來 他們不太受控 畢竟他們可能沒有經過這方面的訓練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我們混亂的回憶片段 進去 進去 看不到喔 想偷 快 快 比賽要開始了 他怎麼出來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卡住了 你卡住我的繩子了 他踩了我一腳 好 總之後來我想了一下 如果一個人沒有辦法指揮五個選手的話 怎麼辦 不怕 我們找五個人一起來指揮就可以了 這樣我這個賽馬場就完整成型了 是這樣沒錯吧 驢子本身是一種很溫馴的生物 你看 他也不太會亂咬人 接著我們待會就會用紅蘿蔔 牽著他 引誘他 前進啊 對就是他理論上他會前進 我們就可以把他帶去賽道 引導他前往終點 那我們現在就輪流讓我們的指揮官進來 選一隻和自己有緣的選手 好 媽媽 你可以做的 好 有看到你嗎 你要帶走嗎 來 欸 誰的女子 對不起我的 你們怎麼在衝我撞我的女子 所以我說一個人是hold不了五隻驢子的 對 低配版的嘛 五隻選手的 對 爬隊幹嘛 唉唷 你生氣了 你跑掉了 過來 這隻是妳的 對我的 欸妳訓得很好欸 是不是 大軍控制不了他的選手啊 快 大軍的選手一直想要找鄉軍 不想要找大軍 欸 過來 過來 剛好他有他第一名 這邊要過來我這邊 他會第一名 他會第一名 好粗好香 來 粗的不好粗 不粗的好吃 很棒 三個班的選手已經就定位了 那我們這個賽道總長度是25公尺 因為我們要準備進行比賽了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門神 所有的選手進場之後我會數321 然後閘門會從左右邊一起抬起 抬起之後 就可以帶著我們的選手前往終點 那你可以看到終點有掛紅蘿蔔 只要帶著你的選手前往終點 咬下終點的紅蘿蔔 妳就算是冠軍 我咬可以嗎 不行 冠軍會獲得特殊的獎品 各位觀眾 選手跟指揮官都已經 即將就定位 現在請投下你手中神聖的一票 你覺得誰會得到冠軍呢 正確在握 妳看中間有紅蘿蔔欸妳看 妳看那邊 是不是最棒的禮禮啊 幫妳按摩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Good 這邊這邊 不要生氣 快來 生意考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大家玩得都非常開心 千宇在過程中 跟胡蘿蔔培養出深厚的情感 大軍也在這個過程中 練就了一聲好脾氣 溫馴的帶著他的選手 進入賽道 他從來沒有吼叫 像個男人一樣 湘軍多次帶著他的選手 進入賽道 卻多次離開 這個項目 最艱辛的地方 就是引導他們進入賽道 對 是留在賽道裡 對 翔軍妳拿一隻 可能一直看到其他隻的 會不會 不行了啦 生氣了啦 要是送妳老闆呢 妳是最棒的 妳是最棒的 來 炎炎夏日 考驗大家的持久力 耐力 歡迎加入打鐵劍賽 這樣子好了 我們改成計時賽好了 來 誰先進來 我們就開閘門 計算妳到終點的時間 最後比時間就可以了 好 現在 第一個就定位的 是大軍跟他的選手 巴德盡量電池 來 我們準備開閘門 3 2 1 起 出發 哇 閘門的聲音太大了 他的選手 一聽到閘門聲就 害怕地逃走了 好 一看到 這輛 一看到 的 這輛 這輛 應該是 一看到 是 一看到 第一名的是我們的香菌 跟他的新裝超跑情人 總共花了32秒抵達終點 第二名是紫棋 跟他的香山洞池洞 花的是49.95秒 第三名的是倩宇 跟他的旋風衝風龍捲風 總共花了53秒 第四名是後來追上的影兒 跟他的紅鯉魚綠魚泥 總共花了1分鐘 最後一名是大軍 跟他的八德淨量電池 花了1分17秒 那我們現在頒獎給冠軍 你不是冠軍請退開 哈囉 這位孩子的父母是誰 麻煩一下 大軍 大軍 你幹嘛 對不起 不要哭 走 OK 那我們先來頒獎 我們獎品是這一大樹草 非常棒 這個冠軍禮物 這個冠軍獎盃 是由我們的指揮官所領取 謝謝 恭喜 這是你的禮物 這個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好 然後你的選手得到的獎品 是跟我單挑賽跑 所以麻煩你再把他帶去起點 什麼 OK 出發 等一下 我們花等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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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先走 真的嗎 對啊 看不出來嗎 我們這個就是龜兔賽跑 對不對 總是要讓他跑一下 這是一個異世界傳承下來 光輝的姓名與浸跑能力的馬娘 自久以來與人類共存著的世界的故事 每隻賽馬的角色都有一個獨特的特性 皆是取之於真實賽馬所調整改編 有熱血 有競賽還有讓人感動的劇情 就像我們今天挑戰賽馬一樣 努力就會有成果 賽馬娘是日本知名遊戲開發商 CYGAMES製作的手機遊戲 台灣現在終於上市了 這是一款養成遊戲 身為訓練員的你 可以透過各種訓練來提升馬娘的屬性 像是速度 持久力 力量 意志力 智力 遊戲裡還有幹勁效果 好的幹勁 會在訓練時獲得額外屬性點 最後派出你的馬娘去參與比賽 取得URA冠軍吧 現在下載還可以獲得很棒的預約獎勵喔 我們還是簡單分享一下心得 其實一開始呢 就是 想著說辦一個簡單的賽馬場 很容易 結果實際上來的時候 連蓋這個賽道我們都花了四天 因為拉這些繩子 一開始拉第一次也太鬆 然後根本攔不住這些選手 後來都是一直加強一直加強 甚至到我們最後比賽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的閘門都還是有一點弱 所以跟想像中的落差很大 很辛苦 然後另一個就是 選手也比想像中的難控制 你沒有真正一個指揮官 真的一個培育師好好的 從頭訓練他培養他 你要隨便就來參加這種簡單的進走 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我們最後只是分別引進賽道 然後計時 看誰走到終點是多久 跟真正一次排開 選手同時往前走的那種感覺 還是有落差 所以 訓練師 培育師或指揮觀眾角色 是相當重要的 是吧 那我們這一次之所以會選擇用 類似馬的驢子來 充當這個低配版的馬 是因為馬我們有去問過 它除了很貴之外 你如果人本身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你又去靠近馬 其實是很危險的 你有可能會被踢或者是被撞傷 所以像我們這個牧場 它本身馬平常也不會放出來亂跑 驢子它比較和藍可親 比較親民 所以會放出來跟大家自由自在的互動 可是儘管如此 驢子還是滿將的 就是不是誰都可以很隨意的指揮它 帶動它 OK以上就是這次我們辦賽馬場的整個經驗 分享給各位 希望對也想舉辦賽馬場的你 有些幫助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來 當當你跟他們說 上次有人說我們分麻將 嚇到你們 你跟大家說 不熟的才會嚇到 像我們這種熟的 那叫情趣啊 是不是 來聽一個 然後其實他們是有牙齒的 上次因為它用前面嚕我 我說它沒有牙齒 就是沒有講清楚 是指說它前面這裡 那個嚕的地方是沒有牙齒的 我的手到底有什麼好吃的啊 好癢好癢好癢 有沒有突然覺得 我很聰明 找了保姆 不是 找了指揮官 對 不然我們今天 這個不知道要拖多久才能比賽 把他救另位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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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沒有比賽 今天沒有你的賽事 我大軍的 大軍的 大軍的就是大好或大壞 我已經覺得我應該 最後一名 或者是說有一個 我那隻太屁了 輸了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們輸了沒關係 你跟男生 欸 我們要不要拒絕 我去教育 我現在可以拒絕 我應該拒絕 我已經說了 我應該拒絕 我應該拒絕 你拒絕 我應該拒絕 你拒絕